所以各大厂商当然向卯足全力 希望从消费者的口袋里头来掏出钱来了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马年的第一场电脑展 春季电脑展也就即将在本周四来正式登场 而这一次厂商们是卯足全力 要抢攻的是XP的换机潮 这一次寄出了不少的笔电优惠 包括像是鸿基 华硕还有戴尔都催出了不少的优惠 而且光是送的赠品价值都要好几千元 还有包括了穿奈式的3C产品也很夯 包括可以像是自动拨号的智慧手表 还有蓝牙眼镜等等都相当的吸引人 不过在这一次里头 三星跟惠普等等过往春电展的基本盘 今年却都选择缺席 到底为什么呢 带你一起看看 身穿小短裙脚上踩着10公分高跟鞋 春电展各家厂商修购比美 更寄出新品和优惠 要抢微软停止支援XP后的升级换机潮 丁配Yoga最大的特色是当你转成平板模式的时候 键盘会自动伸缩锁住 联想推出Yoga的进阶版 和前一代一样同样可以360度翻转 键盘升级为伸缩设计 不怕压到或刮花 19.5寸的All-in-One 躺下来就化身大平板 而促销机款Thinkpack X1 Carbon 麦就送价值将近7000块的原厂ETB密码碟 而华硕全产品都有新品作战 包括新的Win 8平板 电竞笔电 还有新手机灯缝 多款直听的机种 桌上电脑 麦就送HP印表机 而这回戴耳野心勃勃 全产品笔电都送无线滑鼠 最新款的Inspiring笔电 在春电展首次亮相 麦就送价值3000多块的 无线蓝牙喇叭 甚至寄出买荧幕送电脑 XP换了我会自己过去看 这是一个资讯的集散场所 按下号码再按播出键 现在这只手表已经开始打电话了 今年的春电展多了很多 这样的穿戴装置 像这智慧手表 它不用和手机来做配对 还就可以自己打电话 可以看现在已经通了 穿戴式产品夯 今年的春电展 设立了穿戴式科技专区 展示了包括智慧手表 蓝牙眼镜等穿戴式产品 吸引民众目光 这两次是喜态报道